dét 郭文貴 網絡 歡迎收看五次進擊 看到港股早段時 疫情急測至超過500點 到達24100點的水平 才是上升確認 後次的方向 會不會從低谷上升回上來 應該這樣講 回吐完美 跌舊未 我們應該找到嘉賓出來談,這一節我們有Paul Paul 你好 你好 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大家現在市場都很關心 討論一下大家 俄羅斯那邊集結了10萬個兵力 北約那邊亦增派了一些船艦戰機 美國方面派了8500人去支援 擔不擔心接下來的事態發展會越來越厲害 還有對於後市來講,是不是增加了很多的不明朗性 不明朗性一定是增加了很多的 暫時我們看,似乎市場都是觀望 當然昨晚美國有大跌 大家看到最主要我想是 現在的金和油 暫時的波動性不是那麼大 似還未反映真的他們打 不過我們覺得投資者都可能要兩手準備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戰役就是 烏克蘭事實上就在俄羅斯附近 變成俄羅斯是不是想拿了它 或者怎樣控制好像哈薩克那樣各方面呢 這個我想大家要看 如果真的打的時候,我們覺得大家要兩手準備 如果真的打的時候呢 就看到大家是不是真的怎麼樣 譬如美國是不是真的幫了 還是出口術 或者歐洲是怎樣幫 大家就看到了 所以如果真的打的時候呢 我覺得就已經分到 開始要高下 就是聽見炮彈聲就要投資了 局勢就會明朗 但是如果大家虛張聲勢的時候呢 如果虛張聲勢覺得真的打的時候 要恐懼令到股市的時候呢 昨天就是美國借這個勢呢 就是將納子 大家看到呢 就跌了差不多二十個星 就是大的反彈 就是跌到呢 納子跌到13094 然後反彈了 大家知道 其實本身輪著就是納子 隨後就標指已經進入一道技術的調整區了 其實去到我們亞洲時段呢 就像你說的 納子連個期貨顯示呢 好像都是未止射過情況 那會不會說 對於我們恆子來說 都可以多一些判斷呢 擔不擔心說 調整幅度 可能今天只是開始而已 我自己覺得是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港股來說呢 就二萬四應該是很穩的 暫時來說 那我覺得因為大家知道呢 就是亞洲第一距離呢 就是這個局勢的情況呢 就比較影響少一些 還有就算美股其實影響都沒有那麼大的 最主要我覺得是歐洲 那所以歐洲的股市呢 就影響比較大些 那因為呢 就如果是 這個戰役開始的時候呢 也都是歐洲那個天然氣啊 或者其他的商方面呢 都會受影響 那影響到那個油價啊 和那個通脹的情況 那所以我覺得呢 歐洲呢影響多些 那亞洲呢 就香港和中國呢影響比較少些 所以我覺得呢 受這個消息影響呢 都是落到是 我覺得二萬四左右 你應該支持 所以如果能夠 在低位的時候呢 應該是可以慢慢呢 是吸納一些自己的股份 因為譬如說 現在看 有些股份比較穩健一些 還有呢 遲些疫情又開回來呢 變成大家可以 部署一些便宜些的股份做的 就是變相 你看呢 俄羅斯這次那件事呢 就應該影響外圍多些 那麼我們恒指應該去到 兩萬四這些齊頭關口呢 都有些些承托 本來講 跌幅呢 就去到1.2% 不過今次呢 因為大家的避險市場的模式 都是穿著 包括就是VI市數呢 都去到整年多的一些高位 當然最新都是從高位 有些微地回落過去 連金都有點動 那麼資金呢 就派入去到金市那裏避險的 金價上升 那麼見到呢 以紐約期金那裏扭轉的跌勢 升幅去到0.5% 招金方面呢 今天也都是上到去 大概是一個月高位 曾經就突破了7元大關 上去7.14元 半日升幅呢 就去到微升 接近0.3% 其餘個別發展 山東黃金和中國黃金國際呢 更加是偏遠的 跌幅去到0.4% Spy帶有得跟 輕輕進漲去到0.1% 紫金礦業呢 就當然包括金 還有它有同一半的 升幅去到0.3% 那麼究竟這一堆的金股 又可不可以吃住個世上呢 暫時就 大家看到就反應沒什麼力了 證明投資者都認為 可能戰爭就未必是 退行到 那麼我覺得如果真的 真的開戰的時候 可能對金價有些刺激 那麼另外呢 短期金價企穩一點呢 另外一個原因呢 就是美國呢 本來收水啊 還有加息的預期呢 是對金價不好的 但是最重要呢 就是很多數碼黃金 大家都知道呢 那些 就跌了很多 譬如說 比特幣 都跌了差不多一半 由高位 那變成了大家看到呢 那些錢呢 就由數碼黃金走 那其他一部分 又是地緣的政治 其他東西呢 又那個通脹呢 就有些少少呢 就是買些金呢 去避一下 但是呢 真的因為那個息口繼續上升 還有加息這麼多的話呢 對金的投資其實都是不利的 那因為你金是沒有息的 那所以短期可能呢 是地緣政治 和這個開戰的時候呢 對金有刺激 和通脹有 但是呢 另外一樣東西呢 都是對金不是有利的 那所以我覺得金呢 就短期 我覺得能夠升回 短期的高位1847 那另外就是 就是一年的高位呢 一千九百多元呢 那個就比較困難 一九一六 暫時都要看呢 那個開戰的情況 會不會是發酵 再營到的金價有機高一些的 那除了呢 那如果是講到資源股啦 今天有少少 動到一些黃金的股份 當然就算是個別發展的 這次這一陣的聲浪呢 未必說對它來說呢 有很大的稍微 不過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一隻二棟股 那隻鵝裏 因為三日來講呢 都急插到一成多那麼多了 那大家市場都有一些擔心呢 就受到俄羅斯啦 和烏克蘭呢 今次的緊張關係 就受到影響 那看回呢 其實它過往來講呢 就集團是有整十六個 位於在當地等的 女的野煉廠 那當時呢 就中期純理呢 就虧轉型了 那賺二十億美金 那究竟如果它本身的 就是很大的地盤呢 都是位於我們剛才講到 政治局勢比較上是 趨向嚴峻的那些地方的話 對於大家去判斷它的前景 是不是又會大打折扣呢 短期會大打折扣的 那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如果真的開展的時候呢 就是會制裁西方 尤其是美國和歐洲呢 會制裁呢 就是俄羅斯啦 經濟的制裁和其他方面 那大家看到呢 上次呢 對俄女都有制裁 所以令到俄女的價格呢 都有大幅的調整 所以我覺得呢 這方面都可能有的 那所以我覺得呢 大家都要小心啦 那俄女來講 其實前期已經是 跌穿了一百天線 然後今天向下探 不過半天來講呢 都算好彩的 收回一支羊竹仔 不過跌積去到 接近六個百分比 剛才好像語氣上呢 都是要提防一些啦 有沒有說 有貨的朋友 多一點提示呢 就是擔心 他那個回調的幅度 這次預計會有幾大 比較政治的事件 和戰爭那裡比較困難 但是我覺得就 現在都未開戰 我覺得投資者的時候 如果你的貨量不重呢 我覺得你炸住 因為中長線來說 大家知道呢 就抗業來講 受惠通脹啦 還有呢 就會上升啦 短期受政治的影響啦 那如果你不多的時候呢 我自己覺得 就不需要走啦 那還有看你自己 是投資的 價位是多少啦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等 如果真的沒有戰爭的時候 上回去 那時候呢 那可能你就錯過了 修復失地的情況啦 嗯 另外想跟上一些 航運物流的股份 那就看到個別 出了一些盈利預告 以及一些收入的情況 那兩隻其實擺面上 我們會提及到的話呢 都說今天創作超過一月新低 但是呢 詳細看下它的成績表 預計會做成怎樣啦 那中原海控呢 就發了營起 預計去年 純利增長去到接近八倍 集中商的貨運量呢 同期增長去到百分之二的 那麼東方海外呢 那裡的公布了上季的收益 呢 漢年增長一倍 創了季度新高 當中呢 亞洲、歐洲那邊呢 呢 升幅去到兩倍 但是航線網絡呢 就是說因為 嚴重有個堵塞的情況 導致到總載貨量 漢年也是跌近一成七 不過 itu 仍然呢 收入大數 是創這些季度新高的 回到這半日的 股價的走向如何呢 東方海外先跌 後反彈 眉升到3毫子 中原海航偏遠跌幅到0.7% 太平洋航運受累於波羅的海岸散放指數繼續走低 跌幅到1.2% 海風就算是靠穩進障 升幅到0.5% 剛才我們講到的數據 是否本身大家都算有個譜可以追溯到 大家都看到集裝箱和運價指數 都比較透明度高些 這班人又是否值得過 我們覺得現在他們的 大家看到的盈利和增長還是很不錯 但是我們覺得大家看到歐美方面 現在的疫情似乎已經見了頂 因為它是以病毒共存 大家看到見頂的機會 變成劑勇等問題 其他或者是航運的問題 可能慢慢有機會舒緩一些 這個舒緩一些 對航運未來的倍數增長的盈利 我覺得仍然是好的、不錯的 但是未必那個基數已經很高了 所以將來的增長應該一直減慢一些 所以我覺得投資者就要小心 過去的高位可能已經出現了 現在只是一個高位就徘徊 所以我覺得投資者投資這方面的時候 就要小心一點 除非是跌低一點的時候才去考慮 如果不是我覺得 韓運股都要留意 反而就是 反而就是 1308 RCEP 其他方面 可能海豐都會好一點都不定 因為它透過 RCEP的方面可能都會受惠 在這方面 整版本來說 怕它 尤其是外圍那裏做歐美那裏 會不會有個見頂回落的跡象呢 當中要挑選的話 就比較是 看好區內做區內生意的海豐 本來這隻1308 升幅到0.5% 謝謝Po和我們分析 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收看 各位來到開始速報的時間 今天內地和外圍股市都要跌1%至2% 都拖低著港股的表現 恒指低開後早段最多跌530點 下午開始回到來 跌幅仍然有348點 跌幅超過1% 暴在24304點 看科技指數表現 代地即日開始會整頓網絡環境 為期一個月 會針對網絡暴力 散播謠言等五方面 物科指下回到來 跌幅仍然在2% 跌109點 暴在5593點 國企指數也看了 國企跌幅超過1% 跌108點 暴在8548點 看看五大活躍的股份 排頭位騰訊暫時跌超過1% 跌5.4% 佈在464.2% 刑副基金跌幅超過1% 美團跌幅超過2% 跌4.6% 佈在228.2% 阿里巴巴跌超過1% 佈在117.3% 恒生中國企業也要跌超過1% 現價在86.54% 看一隻禁封利業 發了營起 預計去年順利最多可以增加到超過4倍 去到55億人民幣 大和隨即將它的目標價由215元升到230元 就賺它的經營利益明顯是好過預期 以及都看好公司說旗下兩大的利產品 今年可以加價 相應就將公司今明兩年的順利預測 調高六成去到一倍 年升了四天 曾經重上130元 和足及獲50天線 股價現在下午回來還可以升到超過1% 現價是126.8元 看看兩隻內房股 先看看一隻世貿 據報計劃出售旗下 屈一棟在深圳的大樓 作價是超過150億人民幣 另外和內媒都報道說 世貿在內地總共有34個重點項目 是準備可以出售 股價早段曾經升超過8% 見了一個月的高位 現在都還升到6% 恆大就請求境外債權人去給多些時間 不要採取法律行動 股價輕微高開之後 隨即都要倒跌 下午都還在日中的低位陪陪 暫時跌幅超過4% 我們先看著這麼多 稍後再說 繼續節目時間 歡迎直耀輝和Sanny Hello Sanny 大家好 這一刻 貿行只又跌多了 馬上看看最新的市況 原本我們早上跌過530點最多 去到24001附近的水平 但是中五來計 跌幅收窄到300多點 現在又再跌多了 接近400點 去到24256點 說真的 美股期貨跌幅都擴大 納資期貨跌幅 跌幅現在超過1.8% 標普500指數都跌過1.3% 加上俄羅斯和烏克蘭 你看局勢是否持續緊張呢 也是 因為現在他們雙方的動作 動靜 都可能對於市場 又會有些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現在基本上 這件事的演化情況 對於環球股票 沒有環球股票 環球這個金融市場 都一定會有些比較大的衝擊 所以大家都是沒有留意 這些局勢的變化 不過廣股 你見下午回來的時間 又真是很明顯 又好像跌勢又加劇了 最主要是你見到 就是可能美期我們剛剛提到 那邊可能跌幅又擴大了一定的關係 只不過就面對這一件的消息之餘 大家都有關注 就是聯絡意識一些的情況 所以這麼多的變數 加上賣 我都相信投資者這一刻 入市的意欲都真是不高 反正在地上轉 可能因為見到 剛剛我回到來的時間 好像個勢又差一些 都不排除有些投資者 可能都是有些可能減一減榜的情況 是呀 即是這一刻跌回四百幾點 還有你說看失一百天線 已經全部都失手了 是呀 一百天線反而現在反而 真的可能是後市一個 叫做比較明顯的阻力 現在大概是二萬四千度 這些水平的位置 不過就 始終正如剛剛提及到 短期的時間 有這麼多的變數存在著 而且下星期也有個 即是長假期 一個新年假期的一個因素 我都相信大家現在這一刻 入市的意欲都真是不會太高 都是暫時觀望一下 好呀 都未能夠學到 美股的這種 會形反彈 始終大家形勢不同 對 我們還要怕 未來加息 下場假期 還有本地疫情 都要看實 今天 因為跌幅仍然有1% 國外 好 看看就是期指的表現 做成怎樣 始終都是跌幅擴大局面 1月份跌回413點 落到24,250點 總成交十二萬三千多張 再看看有序會的港股 之前看了內地股市 見到今天來說 都要回跌1%國外 上陣指數跌回48點 深淵成分指數 互深三合指數 都要向下跌幅 大約有1% 創業板指數 落到3,018點 跌近37點 好 我們都見到上陣 見過兩個月低位 深淵成分指數 見近半年低位 好 繼續我們看看 盈起股 因為今天陸續發營起的股份 走勢各異 總結一下 譬如錦鋒利業 預計去年順利最多增加4.36倍 有55億多人民幣 主要是因為新能源相關的發展 令到他們的鋰電池產品 需求增長加快 見到中越海孔估計 去年順利的增長近8倍 主要是集中箱 供求持續緊張 運費指數倍升 不過今天股價回落 至於另一隻資源股 江銅 去年順利增長超過1.2倍 至1.5倍 最多賺到59億多人民幣 受惠於銅和樓宣的產品價格向上 但仍然要下跌 說真的 今日走勢各異 例如1772 車股中仍然向上 但這下動力也減弱 其他兩隻都要向下 不過中越海孔跌4%後跌幅收窄 江銅仍然維持4%跌幅 你看這下的營起 是否大家質疑 除了受市房氣氛影響 接下來的延續性 都要逐漸去看 都是的 如果以剛才研究這三隻營起股 都逐漸去講解一下 第一 如果你看到中遠海空 最主要就是大家都知道 航運板塊 特別是做集裝商這些 過去這一年的時間 都很受惠的 暗費格格上升這個趨勢 所以其實都很暴力 他們那個增幅 都相當之驚人 而且如果以一個行業去看 因爲某程度上 他們那個叫做暗費格格 其實沒有一些特別的 很大幅度回調 其實沒有 甚至因為現在 也可以說疫情的因素 相信供應鏈這些緊張的情況 都仍然對於集裝商那個 運費格格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所以按道理 如果以運費格格去看的話 似乎今年的上半年 甚至乎今年的疫情 可能再又好像 又再差一點的時間 可能今年那個運費格格 都仍然處於一個 比我高的水平維持 所以對於他們來講 應該就真是幾十位 這個情況 因爲大家都知道 剛剛都提到 他們基本上 上年的時間 都挺暴力的 所以又變相之下 都不是錯 幾乎可以派一個 比較慷慨的故事 所以就變成 如果你說終於海控 我想他們某程度上 有這樣的衝勁 那價格 這陣子就比較上 好像真的差一些 但是就不是他的 整個爆發都是有 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是剛剛提到 始終 暴費格格 都仍然相對比較高的情況之下 我對他們的前景 看法又不是太過悲觀 反而你一轉的 一些緩曝的時間 好像現在這一刻 這些位置 我覺得其實可以後 OK的 如果有些人擔心的話 有人回到一些錢 低於大概13元的位置 度指示位 其實現在這些位置 我覺得直播率 都相對比較高 不過始終它 你說基本因素可以 但是因為今天都脫底 13.36元 所以你說定低指示位 都對的 而且風險上 就說去年基數低 它才增長到8倍 以及其他的航運股 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今年的基數都有一定的水平 是的 就算運費 因為疫情再嚴峻了 可能再有累積升幅 但是有些分析都覺得 未必說是可以發營起 甚至乎這麼多倍的增長 我同意的 但問題就是 即使你可能以後 計算一下今年的時間 假設你維持今年的情況 說真的 數字甚至乎股息率 都真是不得了 當然你說 如果你以後的增長有沒有機會 可能毛子已經這樣升 其實反正它 都不可能 這些運費都不便宜 都很貴 甚至有機會 那些回調都真是不出奇 但問題是 即使我當你回調 你一兩成多好 都算是很貴 都算是很高 所以現在這些股息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 還有最大變數就是疫情 沒錯 如果稍後好一點 運費都要觀察 會不會有滑落的情況 不過這一刻 Stanley就說 1919都想得過 不過定低指示位 還有另一隻 就是禁封利業 其實說真的 他有理電池的概念 之前一直醜氣 但內地政策 加上整批A股的回落 之後 他又沒有什麼氣勢 就算今天營起 大行也唱好他 譬如大和這樣 看到230元 又賺他的利潤 好過預期都好 今天股價都不是很大反應 當然疫市升得起都算厲害 不過他都已經跌了不少 營起幫到多少 以及又是那一句 他接下來的增長潛力 有沒有夠不夠 因為競爭很大 先說競爭的狀況 因為內地方面 其實你真的可以說 某程度上 電池的競爭是激烈的 不過就似乎 因為公司本身 也和一些個別的公司 都相當長期的合作協議 所以變相之下 我相信他那個 供貨的情況 還是會相對比較厲害 也會OK的 另一方面 就是說 公司本身 那個增速 其實下半年的時間 你看得到 如果你價格看 那個業績的體驗 其實下半年那邊 都是不差的 而且就是說 因為本身 你看得到 他做一些 可能上下樓的整合 對於他可能那個 叫你那方面的 那些供應量 至少都有些保證 因為最主要就是 現在這段的時間 你的價格升得很厲害 所以其實對於 很多這類的電池公司 來說 這個都是一個大問題 但假設你可以 鞏固到 上樓的供應 的話 對於他都有一個 比較大的幫助 而且股價 為什麼之前的時間 會這麼差呢 最主要是因為內地方面 曾經有些擔心 就是說 好像一些新能源車 電池可能會出現一個 一個很嚴重的 差量覺醒的情況 所以令到他的股價 他也好 連得時代也好 跌得比較多 但是現在這個消息 也很初 可能你當作消化了 還有就是說 他除了電池之外 還有儲能的概念 所以變成了 我覺得 那個情況 未知道真的那麼差 而且他的股價 也有趣的 這隻股價 你看到一個圖 是110這位置 有很大的支持 所以如果你解釋 大家有課的時間 用110作指示位 問題不大 其實不少人 是早了拿貨 還記得很多家庭觀眾 說100多元 樓上買的 現在你說110 比較水平 作指示位 對 作指示位 但問題是 還有一個波幅 在區間炒 應該在底部再加 技巧上 既然還有前景 是否應該多下 看回家鄉 現在這些位置 再加多一點貨 我覺得問題不大 但只不過 剛才提到 110 這些比較大的 很關鍵的支持位 最好就不會有塞 你一跌穿 都好 不會聽到地道之雪 但你說 往上去的時間 其實你如果 回到之前這一輪的時候 那個叫上方 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其實剛好這一轉 可以回到130 這位置 如果130 如果它破了的話 再上去看的話 就可以看回140 樓上的位置 逐級可以看上去 大家不用這麼擔心 今天的A股表現好 口頭補充都升到3% A股這邊最高位 上去130元 不過之後 就升幅收集 沒辦法 那樣的 市仍在跌四百來幾點 就會落到24,200 待會回來再談 好 繼續節目時間 看看港股這一刻 以及內地股市最新形勢 恆指現在跌412點 落到24,243點 上陣指數 深陣成分指數 跌幅都擴大了 上陣指數 跌幅接近2% 跌60點 繼續在大約兩個月的低位 深陣成分指數跌257點 跌幅都接近2% 好 看看有沒有活躍 我們香港這邊就做成怎樣 騰訊跌6元 落到463.6 跌幅超過1% 盈富基金跌4毫兩先 美團跌4.4 阿里巴巴回吐1.6% 落到127.1 恆生中華企業跌幅超過2 繼續看第六至十位 京東跌幅3% 雖然有分拆 金融業務上市 但對股價都沒有幫助 跌10元 跌279.2 有幫保險跌3.05 超過平安跌2.4 吉利汽車跌幅超過4% 中移動跌1毫 好 看藍籌股表現 匯控有幫保險跌2-3 中移動跌1毫 港交所跌5.2 煤氣回1毫 是時候關心家庭觀眾有什麼問 蘇小姐在這裡 蘇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歡迎你 請說蘇小姐 我想問那個赤子城 4.2號幾乎 今天又配股 幫我展開 可不可以刪呢 有沒有得送夢恐慌 有多少 回到家鄉 好啊 明白明白 為甚麼都沒有 我覺得這類板塊 或者是二、三線的科技股 我的看法都幾深深 還有其實在圖上都看得到 都幾明顯 它的跌勢都幾顯著 這段時間 可能跟隨時有些反彈 但你彈上去都好 我覺得這類公司 其實基本面都不算特別理想 兼且你看到這一下 彈上去都好 整個圖都幾明顯 所以大概四個半 這個位置 比較大的阻力 所以暫時來說 蘇小姐你有貨的話 如果你要向上看的話 才能預算就是四個半 這個位置 但如果你以下面來計 你看到今天早上的時間 你叫它輕輕 試它內地位 大概三個粗半這個位置 你可以暫時以這個位置 就是指示位先 是的 聽聽Stanley的口氣 都不敢忌與口望 絕對 始終它有先舊後身 折韵一成島配股 作價3.8元 今天都叫做守住 不過始終都怕波幅大一點 今天跌幅都1% 又沒什麼催化劑 去回4.1號7元 繼續 是否還有司徒先生 想問一下Stanley 司徒先生你好 你好 兩位支持好 歡迎你 請問1157 什麼價位可以進入呢 中聯重科 沒錯 好 橫行了一段時間 最近有些起色 下一些機械股 是時候起飛了嗎 都連之上早 好 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 為何中聯重科 可以彈一下 最主要就是大家 你看到很久 又做了機件 而且中聯重科 業務本身 有些是做一些氣重機 這一範其實跟樓市 都有些關係 所以當你說樓市氣氛 又好像好一點 另外有機件的因素之下 就是國家這一段時間 這個是反難的 但是你見難得不多 而且始終大家有些關注 就是整個產業 今年的鏡頭是那個增長 因為其實上年的時間 特別是下半年開始 整個產業你記得到的 那個增速已經是比較差 是更換了 是更換了 所以倒退了 所以變相之下 他們的鏡頭未來的發展 我相信都真的不一般 所以如果你本身沒有貨 想買的話 反而我會建議你等等 這些事情都不要那麼 我給你耐性等等 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你要買 你都可以想 不過萬一這麼不錯 穿5元的話 就一定要指示 好啊 即是說短線 薄薄的意思 指示威定是5元 今天跌貨為2% 最低位落據 5.3號 測埃近低位 繼續 還有羅小姐 就是Apps的問題 165元買了兩手創科 現在應該怎樣去做好呢 現在我都會建議你先拿著它 創科呢 其實這陣子的跌勢都很急 因為某程度上 你真的可以說 美股和它都有差不多的關聯性 而且本身大家都覺得 美國的經濟狀況 和它有些關聯 所以當你現在 可能美國當地 可能面對著一個加息這些情況 美股又穿得比較差 令到它的股價 真的有些叫十級以下 暫時來說 如果你回到近期的走勢去看的話 130樓下 即約在這位置 都有一些比較大的支持 而且 某程度上 我對於它業績的看法 其實都還是正面的 我覺得它業績 其實不會很頑皮 所以變成你如果有貨的話 現在這一刻 你考慮一下 你先考慮一下 萬一 你真的可能覺得 如果拿到自己的貨 好像都不太害怕的話 你穿130樓的時間 你先考慮一下 好嗎 可能減少一手千 好啊 即是說都要等一等 而且美股和它相關係數高 就做電轉 訪需求的數字 都要跟實 今天都看到它再跌 接近1% 到132.2% 好 還有一些汽車股 禁鋒利業真的有百多元的家庭 還想問一下你 Joanna 150元的時候買了 都相對高位 現在你覺得是否回到家鄉 怎樣做好呢 逐級去看 因為剛剛都分析過業績的狀況 而且我對於你說 跟電池相關的板塊 我的看法比較上都是中性偏樂觀 因為我相信其實有些儲能 這一對的概念 我覺得今年是其中一個大家會比較關注的主題 來的 這個電池這一類 其實我覺得 其實它有這些方面的憧憬 所以就變成它們的前景方面 我覺得是OK 其實不是太有差的 只不過因為始終 你可以說 剛剛提到 就是可能整個行業本身 大家都可能有些 開始有點擔心 就是那個產靈過盛的情況 可能之後的時間都會很限制著它那個 可能那個上升過程的趨勢 變相之下就好看公司本身 那個業績的表現 但是你說 正剛剛提到 110這位置 有些比較大的支持 所以它不專門的位置 按道理 可能是先拿著貨 還有它都是 逐級看 如果你是好像剛剛提到的 130你升一破的時候 你可以先在140那些位置 逐級再看上去 會比較好些 因為始終禁風這一類的股份 它的股值不算特別便宜 所以就變成 可能 免得股價要上升 就很靠一些業績的支持 是的 即是說都要做到成績 給大家看 沒錯 Sandy看基本因素多 不過當然 市況到它都有影響鏡 今天叫做 逆市升到1% 昨天已經開始 說要春金鴨炒 就營起之後 再升到1% 但是其他那些汽車股 因為隔晚TESA 這件 一跌跌整一整個 之後跌幅顯著收窄到1% 今天來講 那些汽車股都不行 特別是吉利汽車比亞迪 這些都要跌3-4% 和外圍相關度高 例如小鵬汽車的跌幅都接近5% 袁先生想問 比亞迪 315個落 真是慘 現在這樣 買了 額價的比率都已經比較高 是 是 怎樣部署好呢 其實你說這價 都叫做跌了一陣之後 反而突然轉 我覺得都要考慮一下 握住它 當然如果你真的擔心的話 可能暫時可以前低位 應該大概是接近237元左右 做個指示位先 先訂一個部署先 但是以電動車 這段時間 為甚麼表現會這麼差 某程度上 都跟之前提及到的 一些補貼退波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問題是 這件事其實不是新的 只是可以說 剛剛撞著它 這個情況 再加上市場的氣氛 真的要轉弱 轉差了 我覺得是令這批汽車股 比較差的原因 但是比喻迪璇有去一些 比較上大的賣點 就是做新令元車 還有一些叫做電池的概念 所以論前景的話 我看法又不是這麼差 所以袁先生 如果你現在是有貨的話 不妨考慮一下 就再持有先 還有一件事 其實你見它的股價波動性 其實很大 可能升就升得很快 而且回的時間 都可以回得很急 所以某程度上 如果不穿一些大位的話 你考慮一下就暫時拿著貨 是 如果有持貨能力 對,沒錯 對,沒錯 如果跟勢好一點 就再看看可不可以 慢慢收拾自己的損失 不過現在的勢還弱 最低位244.4也見過 也在10天和20天線以下 目前還要接近3% 還有其他家庭觀眾 對車股有興趣 175 JJ對175有興趣 問什麼叫他買人 對,但我沒有興趣 對,但我沒有興趣 這隻 我沒有興趣 你看他不斷脫底 對,還有吉利大 我經常都說 我都不喜歡這一屆 因為車股裡面來計算的話 吉利又真的沒有背叉 只不過他隔不少 可能之前有一些 可能有極黑一些消息 可能隔不少一些炒作 薄反彈可以嗎 難啊,那個勢這麼差 你看他的圖片 如果他亂過小叉 這隻破底 我真的不搞 甚至乎 之前我看過一隻長汽 即是長城汽車 但長汽的業績變 大家都有點失望 所以變成車股裡面計算 我相信某程度上 假的叫做汽車的零部件股 走過車股 是的 他都今天大約跌到半年低位 超過半年低位 去到17.8 他最低下 下午還未止射 跌幅4% 多謝Sandy的分析 我們休息一會 今次長景消息 商務報紙 部分國家刺激政策過快退出 或者將會令到需求萎縮 影響出口 內地整頓網絡環境為期一個月 內地整頓網絡環境為期一個月 五國家網信辦即日開始 為期一個月的春節網絡環境整治 針對五方面包括網絡暴力、散播謠言、借疫情社會熱點事件等 挑動網民對立、辱罵攻擊等等 嚴防有道追星人士大量打賞、花錢的亂象反彈 加強管制、宣揚貪錢、迷信等問題 從嚴整治網紅兒童色情資訊等等 嚴防違法失德的藝人、藝人利用晚會直播等等復出 防止未成年人士沉迷網絡等等 社交距離措施有效期至年初四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 本周內將會公布措施安排 只可能以疫苗氣泡為基礎作微調 拖步的看法就是要大幅度放寬 社交距離措施的機會就好了 但是有沒有可能可以微調這些措施呢 這是現在我們每天 我都是要求各局和部門在評估 一定要加大力度擴大疫苗氣泡 趁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提升疫苗的接種率 這個是必須我們要做的 就是更加嚴厲地去要求進入處所 或者一些活動的時候要打針 本港一個月測息連升八日 是超過一年以來最長的升浪 港元測息普遍向上 當中測息掛鉤按揭 即HON的主要指標一個月測息 連升八日報0.165厘 是去年12月30日以來的高位 反映銀行資金成本的三個月測息 連升九日報0.304厘 隔夜測息就連升兩日報0.083厘 財經消息看到這裏 多謝收看 回到下午交易現場的時間 今天外圍跌得厲害 可以留意美股納指標指期貨 現在都要跌超過百分之一 在亞洲主要的股市入面 日本、南韓、澳洲股市都齊齊跌百分之二至三 看來內地 四大主要指數都是跌超過百分之一 都拖著港股的表現 恒指最多早段都跌超過五百點 中五跌幅算是收窄了 不過現在來到一點多 跌幅再略為擴大 暫時最新跌三百八十七點 暴在二萬四千二百六十九點 當中各項的分類指數都要全線下跌 金融指數更加跌超過七百點 總成交八百三十七億幾 看來科子的表現 內地即日開始會整頓網絡環境 為期一個月會針對網絡暴力 散播謠言等五個方面去整頓 看到科子下午跌幅擴大到超過百分之二 跌116點 暴在五千五百八十六點 看看十大活躍的股份 排頭位騰訊跌幅仍要超過百分之一 跌5.2 佈在464.4 淫富基金也要跟隨大市 跌超過百分之一 佈在24.4 美團跌超過百分之一 跌2.8 佈在230元 阿里巴巴暫時跌1.4 佈在117.7 恆生中國企業跌幅超過百分之一 佈在86.5 看第六至十位 排第六位京東有消息 據報計劃分拆金融科技業務在香港上市 集資最多超過150億 不過看到對股價沒甚麼幫助 跌幅還要超過百分之三天 跌9萬佈在280.2 友邦也要跌超過百分之三 現價在85.1 平保跌幅更加超過百分之四 跌2.9毫半 現價在62.4毫半 吉利今日最差藍籌跌幅挨近半成 跌9毫 佈在17.8毫6 中移動也要跌2毫半 佈在52.05元 看看主要藍籌股的表現 匯控也要偏遠 跌超過百分之二 跌1.3 佈在52元 友邦跌幅超過百分之三 中移動跌2毫半 港交所跌1 佈近百分之一 跌4.6 佈在468.8 每期都要跌1毫 佈在12.08元 今天先看看資源股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緊張局勢升級 除了拖累市 還有一隻股份都比它拖累得比較多 就是俄女連跌了三億 早段今天最多跌超過百分之七 現在下午回來 跌幅算是收窄了 暫時跌超過百分之四 跌三毫三 佈在6.7毫三 看多隻旅業股 中國旅業跌幅都同樣超過百分之四 佈在4.2毫七 江西彤就發了營起 預計去年順利倍增 可以賺到最多超過59億人民幣 不過這個營起消息在跌市下 都沒有什麼幫助的了 現在跌幅還要有半成 跌六毫八 佈在12.92元 不過烏鵝事件就加強了市場的避險情緒 還推升了金價 不過現在金價都要轉跌了 招金早段是曾經升超過百分之三 上回二百五十天線 不過現在都要倒跌四先 佈在6.8毫七 山東黃金 早段是曾經見過超過一個半月的高位 現在都要倒跌超過百分之一 跌兩毫四 佈在13.8毫二 看看汽車股 商務部今天就開了記者會 就說將會提升傳統的消費升級 包括促進新能源車消費 鼓勵去開展一些家電家居 依舊換身 不過看到那些車股今天都跌得比較多 看到比亞迪跌幅現在超過百分之三 佈在17.8毫八 理想汽車跌幅同樣超過百分之四 跌四個四 佈在105.6 武林汽車今天都有個消息 就說行政總裁有細細的消息 股價暫時都要跌超過半成 至於禁風利業發了營起 預計去年順利可以最多增加到超過四倍 去到55億元人民幣 股價都升到超過百分之一 簡單看航空股 今天都逆市做好 東航可以升到百分之一 做為三個二號二 國航暫時沒有起跌 佈在6元 國泰升到百分之一 我們先看著這麼多 節目再講 各位來到志富金郎 又來到想分析的環節 我們這一節就有Caster在 跟我們分析一下外圍和港股 最新的技術形勢 Caster你好 你好 看到美國的股指期貨 暫時都未跌完 三大股指期貨都跌超過1%開外 現在很多分析都說 究竟美股的調整浪是否已經開始了 或者究竟要跌多少 跟大家溫習一下 導致今年至今跌幅7.2% 其實如果由歷史高位起計 去到今年的低位 高位最多其實會跳在一成 標指高位最多回調12.3% 納指表現就最差 跌幅最顯著 回調幅度去到歪近有兩成 不過如果在收市格計 今年至今的回調幅度去到11.4% 很多分析就說 已經跌兩成 進入了一個紅的區域 以及跌超過一成 已經叫做開始調整 去到修正區 Caster我們怎樣分析 手頭上有的這些數字 究竟美股要調多少 我們想不想在心裏面打定底先 現在來說 計算整個 美國的美股跌下來 開始進入一個真正的急跌的走勢 我相信暫時就未可以這麼快 判斷昨天出現一個單日轉向 又跌又轉升 就是底部出現了 因為其實看回三個主要的美股指數來講 如果他們慣常用開200天的移動平均線 作為一個參考 就已經是失手了 在這樣的情況的話 其實就可以這樣去看 加快了投資者在部署離場的速度底下 暫時整體指數真的有再進一步 下跌的機會 而納指去作為一個參考 我們看回2020年當時走勢 見底的位置就在6631點的水平 一路一路升上去 最近最高的頂部 就在11月的時候 就上到16,200點 如果計算這一陣回調 用38.2% 我們作為一個黃金比率的回調幅度 就起碼下回到12,500點 才有機會就是第一個支持會出現 所以如果看回昨天的反彈 都還未上得回去 我們就要進一步向下 將目標下調到12,500點的納指水平 才可以有機會真正的 第一個目標位回調足夠 我們因為納指是比較高估值的 股份的集中地 科技股 跌幅就比其他指數顯著 所以會不會到時見底 都是會納指率先見底 所以納指的指標有少少好轉 大家就可以叫做市場氣氛 先吃一顆定心圓 應該怎樣去捉 現在幾大指數的跌幅 其實如果看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看回 就是他們那個特性 你剛才說了 就是在那個叫做納指那邊 主要都是一些科技股 科技股大起大落 跌的時候它又跌得很快 所以如果你看 他們如果真是很快的 出現真正正是見底的話 到時來說 市是會有機會 真的到時就先行 由納指站穩 然後逐步逐步拉動市上來 但是現在來說 暫時真的沒有去到這個水平 也都其實看回三個指數 他們的九天RSI全部都穿了30 我們之前經常都說穿30是代表什麼 是進入了一個超賣區 但不是代表在這個水平 就立刻會有反彈 而是說整個動力是繼續轉弱 在一個很弱的情況下 股價走勢就只會是繼續向下移 所以我都看回就是在這個RSI 在未真正上升到30這個水平流上之前 倒資也好 標普500指數也好 甚至納指也好 都不要那麼快貿然就說要撈底 好 我們看看我們自己港股的形勢 港股形勢 卡查也有跟我們跟進 我們看著港股 看到底部也開始有點起色 而且成交也慢慢開始配合 逐條逐條 由10天、20天、50天、100天慢慢收復 最新的情況就是去到100天線 整固了好幾天 適逢美股的回條 我們都要跟進 最新是失手了一條100天線 即是綠色的這條虛線 但之前的走勢 其實反彈起來都頗快 頗急 一直都貼著保利加通道的上軸走 卡查 其實現在怎麼看的情況 大家都是想知道 究竟反彈浪完美 還是你覺得要整顧一下 其實很多的時間 當指數去到保利加通道頂部 是不是就立刻叫做見頂 都還是要看多幾個的因素 第一我們見到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 是在擴闊著的話 其實就沒有這麼快 是說即時會見頂 還有也都看到 就是我們也都見到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也就是條20天線 也都是由一個叫下向上走上來 其實支持也都是相對比較強 在那個通道的中族附近 未跌穿這個水平 我都相信還是有一個叫做 繼續向上走的機會 今天來說 出了一個暫時來說 是一個十字的升走勢 頂部和底部的影線都是比較長 是波幅市 但是就未是可以說 現在這個時間就立刻見頂 並且下來下來 因為我們看回前幾天 都是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就是回調了之後再彈上去 或者可能這一轉都是 copy 上一個走勢 我就暫時看回 條20天線和條50天線 正正也是一個交匯位來的 這些水平來講 反而那個支持會比較大的 投資者可以繼續看著 條20天線和50天線附近的水平 大概是兩萬三千九的水平 好了 20天線也是暴力加 通途中族 大家要不要回到中族 我們今天都跟大家講一個 一個技術的形態 就叫做雙頂 Caster跟我們講一下 教科書式的話 平時我們看到一些股價圖 看到有兩個頂位就會問 其實是否在醞釀做雙頂 雙頂其實在教科書式的角度 就說其實要跌穿頸線 才叫做正式完成了形態 通常首個高位就有些獲利盆 那就吃虎 吃到差不多有些買盆再湧現 不過去到第二個頂的時候 就說成交要沒有那麼多 就會發現股價就沒有力 兩個問題Caster 確認了雙頂之後 那又怎麼辦 雙頂通常預示了些什麼 雙頂出現就一定是說 市去到尾聲 星市的尾聲出現 才是為之雙頂 如果你說跌跌在底部反彈上來 那個是否在雙頂 就不是的 那雙頂最大那個 即是叫做預示性 就是它在第一次見頂之後回調 落到底部再反彈 那個位置 我們就會在雙頂頂線 亦都是一個相對重要的支持位 不跌穿這個頂線的話 我們只可以說它在營造一個雙頂形態 就沒有確認到 但是如果一旦 就是股價第二次反彈上去 沒有辦法升破之前高位 甚至是說稍微升高了上高 第一個高位少少之後 再跌回頭 並且跌穿了頂線 這個就真正正確認一個雙頂的形態 我們就要好小心 因為通常穿了雙頂頂線之後 會有更加多的獲利盤 甚至是指示盤會出來 令到股價下跌的壓力 就會是非常大的 可能會有少少機會 跌穿那個頂線之後 出一個叫做後抽 但如果這個後抽沒有辦法 是升上去那個鏡線流上 譬如好像在這個圖裡面 就是出了第二個頂部 之後跌下去 然後彈那一下 沒有辦法修復頂線流上 其實再跌下去 就會等於頂線 和雙頂的垂直高度 那個下跌的幅度 會跌得比較快和急 大家要小心 好 我們有些例子給大家看看 說了一個定義式的走勢 跟大家看看創科實業 創科實業是一種業績 都算穩健的股份 看到去年的時候 曾經見過一個頂部位置 180元 這是一個新高 之後再衝擊過174.5元 不成功 Casa之後就交給你 跟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算不算是一個 形成了做雙頂 之後怎麼辦 究竟要去到雙頂形態出現之後 我們怎樣去估底 其實看股價來講 他們在2020年的3月份 低位那時是由42元升上來 最高的時候做過是180元 之後回調回到145.9之後 這個水平就反彈了 所以說頂線就在這個水平出現了 好 究竟這個頂線能不能夠 成為一個主要支持 就是看第二次反彈之後 跌回頭 可不可以站穩 可惜創科我們看到 股價在174.5元 第二次見頂之後 跌下來那一層 是出現了兩支的陰燭跌下去 並且一跌跌穿了這個頂線 145.9之後就沒有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反彈之後 就一路跌下來 如果用一個叫做量度跌幅去看 我們就會用第二個高度 174.5元 和頂線的垂直高度 作一個叫做量度跌幅去參考 如果計算的話 股價是用174.5元 減了145.9元 跌下去再跌相等的高度 它的下跌的空間 就會是大概去到117.8的水平附近 所以我都會擔心 就是現在這個水平 好像是130元 之前有個底部做了 會不會在這個水平 就會形成到一個支持在這裏 很多的投資者可能都會 就是駁一下這裏 130元這些位置去撈底 希望去到這裏之後彈上去 或者說見底 但是如果以這個雙頂的形態 穿了頂線之後 計算量度跌幅 它可以再跌下去117.8元 變相現在這個水平 未是一個直撥區域來的 投資者要小心 一穿下去的話 可以跌得更加快 好 警惕一點 我們雖然說頂線量度 都有一定的跌幅 但又不代表 這樣就代表它的股底 另一個例子 就是中國聯數2128 就告訴我們 其實跌穿頂線之後 沽壓都可以很重 CASTA和我們都說一說 另一個例子 中國聯數 中國聯數其實就叫做 有幾波不同的形勢 去年4月和6月的時候 衝擊過20元 分別見過20.9元 還有衝擊過21.6元 之後的情況我們就發現了 並不是說 跌穿頂線 我們叫量度幅度1比1 就一定會見底 所以是不是要小心 雙頂其實是一個 都幾厲害的一個 出現一個後少跌浪的一個形態 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 雙頂一出來之後 它跌的幅度 我們計算了一個量度跌幅 只不過它可以跌那個 最起碼我們見的那個下跌空間 沒錯 如果你看回這個下跌來講 的確確它是如果計算是1比1這樣跌 是曾經在那個 即是叫量度跌幅那附近 是見了一些的支持 但是可惜就是 連這個水平都跌穿了 所以就是說 再跌的幅度會是比較大的 雙頂出來之後 就會起碼跌那個 就是量度跌幅那麽多 所以如果你說今次來講 那個雙頂也都在形成緊的話 一旦跌穿大概是13.5這些水平 我們就要很小心它可以跌的空間 也都會比較大 因為如果你就這樣看回 籠統計16元的頂 然後是13.5 即是這裡的垂直高度 大概是2.5左右 穿了13.5就會落到 是接近11元這些區域 也都是跟上次那個橫行區附近 是差不多 所以賺錢真的要小心 明白 那穿頸線這次的形態 又確認了 還有上次不止跌穿頸線1比1 還有沽額比較重 很小時間 CASTER其實今天都帶來一隻月秀地產 那是一隻RSI動力幾強的股份 似乎可以做一個交易性部署 不如都略略跟我們講一講 好啊 其實看回月秀地產的股價 由高位跌下來 那它的走勢就是 由之前頂部大概是9.9的水位 跌到底部6.4 我們看回第一個反彈 用過往比率去做 就是38.2%大概是7.7的水平 而且也都看到 其實RSI出了一個牛背池的形態之後 我們可以用甚至61.8%做個目標 這個水平大概是8.5% 所以現在的水平 還可以繼續向上看 8.5%這些水位附近 好 少有強勢股 加上RSI70多了 謝謝CASTER今天和我們的分析 和帶來我們的股票台資策略 照此為止 mulheres 感谢观看